十二姐大概是什么时候呢 进入这个投资的领域的 应该是我在出国念书之前 就进入投资领域 那时候因为觉得 去国外念书学费不够 那时候看了那个报纸 然后还有就是 我们有那个新支户 就是公司会汇款新支户的专家 就是财经专家 他们有那个理专嘛 他那时候就跟我讲 我记得那时候是1998的时候 他说日本的基金已经跌了一半 已经跌很深了 叫我进去买 结果我就进去买30万 结果一买的话反而跌更深 因为那时候有.com泡沫 所以还有那时候我记得 在1999年的时候 到快2000年的时候 我其实是超级的股市小白 我小白到什么地步 那时候打开报纸看 他说顺大玉一张226块 买一张会配股一张 那我想说 哇这样我出国的钱就够 226配226 一张配22万6 所以我就把我下学期的学费 拿去买顺大玉 然后到了下学期 要缴学费的时候 才发现到它变地雷股 我就没有钱缴学费了 超痛苦的 所以那时候我就觉得说 我回来的时候 一定要努力的去学财经这样子 所以就是整天出国留学回来之后 再更深入财经的领域 对那时候我就是开始 第一次就是说 那时候回来就是有到电子业工作 那时候公司 就是其实那时候台湾说 如果你到公司去工作 你的受薪户就是 公司每个月都会 发薪水给我透过土银 那土银就可以 员工信贷给我50万 那我就真的 因为那时候没有钱 又要讲房贷车贷 真的是月光族 我想说我会不会一辈子是这么穷 所以我就跑去见那50万拿去 第一件事因为我不敢再投资股票了 所以我就是去投资基金 那为什么我的总金会比较强 就是那时候我 除了从国外有念这个商学院以外 那回来的时候我就会站在7-11 那时候没有什么钱买杂志 真的是月光族 我就把在7-11 把所有的财经杂志 每个礼拜出的全部看完一次 然后我就会去选说 他有基金绩效 我会选那个比如说像能源基金 绿能啊石油啊 还有黄金啊 然后这时候投什么时候投中美啊 什么时候投欧洲啊 该不会带着笔记本进去抄这个重点 对 赶快投 应该是说几乎啦 可是这个不能讲 可是如果那个月有赚钱的话 我就会把那个 我很想要买的杂志买回去 所以我真的像这样工夫 我就要做10年 哇 10年的苦 对 所以3年的基金之后 我翻了3倍 50万可能变300多 然后呢我就敢进入股市了 工夫是这么练起来 所以大家也可以哦 对 就是多花一点时间 那佳洪哥其实进入的时间好像也很早 您大概什么时候开始接触数字的 我大概是高二的时候开始接触 高二 那个时候为什么 因为我想早期好像大家对于这个股市跟投资 没有这么的热门 对对对 那时候台股指数大概900点 900多点 那因为已经开始变快要变全民运动了 那很多人都开始进入股市了 股市开始在往上推升的过程之中 那我家人也开始买股票 老师家里有开始在买的啊 对 那时候我因为要当家里的人抽签户 股票抽签户 就变爸爸妈妈的人头 对对对 当人头 当我父母的人头 所以我们兄弟姐妹基本上只要有人头都参与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开户当人头户 那那时候因为股票还蛮好赚的嘛 因为就是趋势向上 那我们家有订了一些投股老师的一些解盘的 一些小文章会员之类的 所以我开始研究那些东西 从以前就走会员制耶 投股老师也蛮厉害的 三十五年前就走这条路了 到现在一直没变 所以那时候我就开始接触这些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是还蛮有趣的事情 虽然我也不懂股票 也不懂什么技术分析财报都不懂 然后我上大学之后就开始研究这些东西 您大学也是念相关科系吗 不是我念化学的 但是对数字 就是还是放在不同领域当中 有不同的化学变化对不对 因为这些就基本上对我来讲就是数字 就是数学而已 所以我到商学院去旁听一些课程 财报 经济学 保险之类的 那我对这方面也还蛮有兴趣的 所以我就开始研究股票 是 其实观众朋友呢 都相对比较年轻 收看我们节目的同事 也概概概概都是说 其实看了节目会有一些收获跟心得 那今天我们要介绍两位为什么 因为他们都是从自己的经验当中 学习到很多不一样的方法 那我要先介绍一下施惠姐 因为施惠姐过去创业的时候 都曾经欠了300万对不对 应该是说投资去跟人家合伙 然后创业那300万亏掉了 因为后来就没有要继续在公司再下去了 那为什么又背了1800万的房贷 因为我们都需要去买房子 因为小孩子越生越多 房子必须换大 刚开始可能买300万的房子 后来就觉得中间我都是 我有一个方式就是 因为这过去那十几年来 我都是投资的获利拿去缴房贷 我都觉得房子好像是送给我的 所以我每次投资的获利就是缴房贷 那房子我就可以由小换大 是自住房 那房价也会涨 那时候就觉得小孩子有三个了 又有母亲这些 我想大家住在一起 所以我买了一个可能快摆平的房子 在高铁这边 然后投机款可能缴800万 还有1800万的房贷 真的压力很重 一个月要缴10万块 那后来这个10万块怎么来 因为我相信以这个寿星阶级 不管是不是科技业 我觉得都会有一点难度 对应该是说 因为我那时候 有一个400万在手上 就是说应该是去还这1800万的房贷 因为我把先前的房子卖掉了 可能有一些获利 那我们就要缴这个房贷 可是我那时候想说 1800万就算我缴了400万 我还是 我还是有房贷1400万 还是欠了1000多万 那说是1000多万对我来讲没什么差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是 那时候我已经投资十几年 就是我发觉到我有一个能力 就是我的房贷跟车子的贷款 可以靠着投资 每个月的获利去把它缴掉 几万几万缴掉 所以我发觉到说 那时候我有观察 所以我其实总金方面 因为已经练了十几年 我那时候发觉到说 每一年每一次只要是 台币涨升值 然后美金有大量汇款到台湾 所以在2016年开始 我发觉到美金 汇了3700亿的美金到台湾 那台币不断升值 于是我就决定说 那我400万就先放到股市 所以其实是经验法则 那当然其实心脏大科之外 也真的要比较 确定自己的投资能力 所以 因为已经练了十几年 我已经有SOP了 我都知道怎么做 所以那时候我觉得 那时候其实我还在找工作 因为我觉得说我是科技业嘛 我是其实也是个top sales 那我可能想要再回去科技业工作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 在这个同时我的第一个投资 我觉得建立了我要去 继续可以做专职投资的就是群联 因为那时候就发觉到说 可能记忆体我去看原物料 它是涨的 所以我把所有的400万都放在群联 那时候心脏很大 可是一买它就隔天就跌停 跌停 可是一般的投资人 他可能会害怕 他又赶快卖掉 可能我会赔100万 那我的400万可能就变100万 可是呢 我就去做一个很理性的事情 救了我一命这样子 就是说我去查真的记忆体族群 我会常做一件事就是本益比 因为群联 他从一年的获利 14 16 18到今年 我觉得他可能有24的时候 他的股价本来就会随着高 所以我那时候已经有从本益比 因为他平常一年的本益比大概12 如果以12来看的话 他合理股价应该是350到370 可是他那时候股价只有245 所以那时候因为他有一个假账风波 假账风波导致说他股价一直跌停 跌到破200了 可是那时候我那时候也很紧张 觉得那我可能房贷还有1800要飞又还不起 所以我其实已经睡不着觉了 因为那时候第一次想要做 因为又没有工作 其实心很慌 然后又赔了这么多钱 我觉得房贷很重 可是呢我就做一件事就是每天 我去看美国他开盘会有那个原物料的价格 我去看Nine Fresh记忆体价格有没有涨 我看他是继续涨的 而我也去看群联每个月的月营收也是增加的 而且他每一个月的获利EPS值也是增加的 我实在没有理由把它卖掉 于是我又跟的时候 后来一眼两就买了很多几十亿的 群联第二天他就涨停涨停 就找到我要的价格了 所以这一涨的话就多了 对就大概给我获利50% 就把我的年薪赚回来 我就想说那就试试看吧 我来走一下这条路 所以我做了两年的全职投资人 那江阳哥你其实什么时候开始做全职投资 因为其实听说你37岁的时候 就已经完全财富自由了 也是我从大一开始就去开户嘛 那开户就拿我从小到大的压税钱 3万多块进入股市开始练 但是基本上到我退伍之后 这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从高二开始嘛 整整10年的时间 那赚了多少钱不多啦 因为研究生跟大学时代 就是这些生活费要从股市里面提拟 就算我赚了10倍也顶多就30几万而已嘛 那最主要赚钱是因为我去上班之后 那我呆的公司基本上是半导体公司 那公司如果赔钱的时候 他会让员工认股 那赚钱的时候会让员工分红 那所以当我呆的公司基本上是低任产业 那每个公司基本上都有一个过去 都是很惨 很惨的惨 所以我曾经在当那个产业呆了十几年 那我37岁财富自由是因为我34岁的时候 进到一家准备要上市的公司 然后我进去之后就是大量认股 公司让我们大量认股 那大量认股它基本上就是公司当保证者 让我们员工可以按照集职薪资年资 职等他有一个额度 所以我就用那个额度不断的认 那公司有好几波认股的机会 基本上我一直认证到没钱 那两年半之后公司IPO 那我就陆续把股票卖掉 所以我就赚了一大笔钱 所以我之所以说37岁财富自由 那是因为每个人对财富自由定义不一样 那我对财富自由的定义是 我每个月只要3万块的支出 然后一年36万嘛 那我如果活到100岁的话还有60年嘛 你算这样再乘以60 再乘以602,160万嘛 所以我IPO赚到钱已经远远 大概这个数字了 所以我就认为我很开心 那我之所以感认就是因为 在这个行业里面 我从上班到认股到IPO 大概前后10年的时间 那基本上我之前有10年的时间 都在研究股票嘛 那上班之后因为我都在公司里面 所以我很了解那个产业 而且我也做产业研究 就是专门研究那个产业 所以当那个公司的股票如果下跌 我有薪水嘛 我就会去买 那就买 那下跌套牢没关系我就买 买到它反弹 所以每年大概可以赚10伙子 真的没有问题 哇 哇 我喜歡 我喜欢 你还会贽 我喜欢 那我就会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